布农族有小 但夜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以布农族原住民为主题的西纳巴兰国校 留学五年荣获全国乡土歌谣比赛冠军 天籁的歌声让东光国小的师生大饱耳福 然后沉香交流的机会 让两边的孩子都有机会可以看看 对方的学校跟对方的特色 我觉得扩大孩子的视野 是我们教育人员的使命 不管我们把孩子带出去 还是我们迎接贵客进来我们家 让孩子们交交朋友 然后看看世界 我觉得是很棒的教育活动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东光国小的小朋友都好有礼貌 跟我们的小朋友会打招呼 那我们小朋友看到都市的小朋友 他们也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他们说 小朋友光是五年级的学生人数 都快胜过我们全校的学生人数了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交流 不仅是让学生获得很多的学习 包含校长还有主任老师们 我们也获得了在半学上 还有教学上更多的学习 远从南投而来 两校的孩子们也进行了乐乐棒球比赛 还一起享用板斗 透过艺术体育与美食交流 增进两校友谊 也能让孩子们拓展视野 成长茁壮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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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